曾经因为家里欠债 他远走他乡去收费品 赚得第一普金 没人瞧得起这个东西 汤也不分贵贱 因为一个念头 他开始种竹孙 却赔了所有的钱 丢了完整个家 就像火车身应该晚 一次煤气中毒后 他甚至就像这样一了百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看着看着 什么都想放下 他选择从头再来 头破血流也要成功 我总认为我自己深重 单纯是买奖票 跑我会中五百万人 看贵州知金县的月君 在人生低谷中 如何靠种竹孙创业致富 欢迎收看致富经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月君 但是他手机里的名字却是四个字叫 从头再来 因为月君在两年之内就把二十年赚的所有钱都给赔光了 那家也散了 这些挫折让月君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怎么办呢 从头再来吧 采访的时候月君很高兴就跟我们的记者讲 说从头再来之后他得到了很多的惊喜 那么这月君他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记者来到月君的竹孙种植基地 一见面月君就要给记者一个惊喜 应该全是白雪公主里面 什么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对 在哪儿啊 棚里面 棚里面 那你带我去看看 走啊 昨天冒头的多 今天应该长出来更多 会有很大变化吗 一天晚上 会有 哇 看一样看一样 这么多 你看一样 来来来来来看一下 这么漂亮 哇这么多呀 就只有几百株吧 哦今天这个 应该应该有 好多株了 应该是 哦我都数不出来了 你看漂亮吗 真的很漂亮 清清口口的半年 打开这个棚的时候 看见最猫多东西 在里面 有一种满足感 被越军称作白雪公主的 就是竹孙 是一种菌类 越军大棚里 种的又是竹孙里 最好的品种 清香型鸿托竹孙 这种竹孙的原产地 就在越军所在的贵州省 币节市 币节市 织金线 那个竹孙啊 它就是真俊皇后 其中只有这个 竹孙竹孙啊 它是最贵的一种 品质最好的一种 竹孙竹孙是个学名 现在作为海外市场啊 认定的商品名呢 就叫执金竹孙 就以我们执金线为名的 你觉得哪一样的 长得漂亮 我跟你找一朵 你看 最美的白雪公主 我发觉这一朵 这一朵很美 哦 这个 这裙子好短 对 你看这一朵竹孙啊 能摘下来了 可以摘啊 你看这个竹孙 是竹孙当中的精品 像一个 一个小姑娘穿的 这个裙子 像不像啊 穿的裙子 哎 哎 那个不美吗 那个 我觉得这个好看呀 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拔下来吗 可以吧 这个可以拔呀 你看这个裙子 开得多脏啊 谁美 谁美观点不同 我认为这 这个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好看呀 你觉得是得这种 散下来的是吧 对对 你知道吗 你这个叫白者裙 我这个叫礼服 也可以这样说 从品质上来讲 这种裙子的好 我们要进这个烤房啊 嗯 就是像这种的 它就是烤出来 嗯 来 那这个裙子是收 收锁的 来 你这个烤出来的 就是它这个裙子 不会收的话 来 它是脆的 脆的 是脆了 中袋的时候 这些会断掉 这是泥吧 上面那个 其实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这个可以吃啊 这泥还可以吃 别斗了 真的可以吃啊 我这个就是竹身薄粉 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开发出来 怎么还留下来了 这底下 什么呀 这个这叫竹胎 这粘粘的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吃 这个也可以吃 这个竹身全身是薄 粘粘的这个就是可以搞化妆品 搞化妆品啊 能抹吗 哎 能不啊 就是我这个 没事吗 就是我这个脸很难看 这个是美女用的 不是我们不能用 那你时间长了 你就变帅哥了 老帅哥了 现在说起自己的竹孙 粤军兴高采烈 滔滔不绝 靠中竹孙 粤军也成了当地有名的返乡 创业致富带头人 然而几年前 粤军却常常看着竹孙流眼泪 有时候哎呀 自己不想看他 看着都哎呀 都心烦 把我搞得 呃 清理之餐的也是他 搞得衣服所有人也是也是他 对这个竹孙是感情 应该是很复杂 有爱有恨 其实我付出的大价真的太大了 不要踩着我的竹孙蛋 要不让我心疼呢 那么粤军和竹孙之间有着什么不同寻常的故事 他又是怎么成为当地竹孙产业 致富带头人呢 1988年 由于父母做中药材生意失败 欠下了三十多万元外债 当时 16岁的粤军 跟着父母从老家贵州省碧杰市支金县 跑到了云南省洪河州 因为找不到谋生的手段 粤军只能跟着父母走街串巷收费品 然而粤军却在收费品的过程中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个就是铝 哪个是铝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就是 没人瞧得起这个东西 但是最早前还是这个东西 行业不分贵贱 这个东西 使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粤军对费品进行拆分 做大型费品回收站 六年时间就还清了父母欠下的三十多万元外债 还在云南结婚生子 到2005年 粤军靠收费品积累了近两百万元 这时粤军改行和几个朋友 一起在云南做起了千辛矿的生意 不到三年 又积累了二百多万元的财富 然而2008年末 经济危机爆发 千辛的价格大幅度下跌 不得已 粤军和他的朋友们 关掉了矿 另谋出路 想找找事情做的粤军 要种家乡贵州省织金县的特产 竹孙 有事情做 身上有两个钱 心里想什么就干什么 就是一个念头 因为这个竹孙 我们资金 几乎大大小小 都知道这个竹孙 所以就是一个念头 就上山去 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在粤军的家乡 支金县 不仅盛产竹孙 而且平日里 当地人都有吃竹孙的习惯 对于竹孙 粤军很熟悉 就根本没多想 和两个合伙人 凑了三十多万元 开始在云南的洪河州 承包了四十亩地 种植竹孙 到2009年7月 粤军和两个合伙人 每人赚了三万元 其他两个合伙人 嫌赚钱太慢退出了 而赚的这三万元 却让粤军 想把竹孙种下去 2009年10月 粤军一个人 投入了一百多万元 在云南洪河州 承包下了八十多亩地 种植竹孙 可到2010年7月 本该是丰收的季节 竹孙却根本没长出来 很多竹孙还烂掉了 这时粤军才发现 自己第一年赚的三万多元 纯属误打误撞 种竹孙的技术 根本没过关 连消毒杀菌都没做好 这一年 粤军赔了一百多万元 这时原本就不同意 粤军种竹孙的妻子 开始和她吵架 家里人也劝她 赶紧放弃竹孙吧 你说一个女人家 一大堆钱 一下分剧就捡不回来 她会老啊 什么这种 哎呀 你不要再给我做 然而吵完了 闹完了 粤军却孤注一掷的 要再试一次 2010年8月 粤军到老家贵州省 知金县取经 看到一个基地的竹孙 种得非常好 这让粤军很激动 他花重金 把那个竹孙基地的 技术员 请到了云南 2011年3月 粤军投入了自己 20年来辛苦赚的 300多万元积蓄 承包下160亩地 重新大干一场 有他这个技术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他们基地上 产出那个竹孙 相当漂亮 相当好 这个你不得不相信啊 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 跟我的家人啊 跟我的生命朋友 都讲 哦 我要发财了 来过来今年 就是 最少都是 几百万 或者三千万的 然后再干三年 你们 就有钱了 在技术员的操持下 粤军在160亩地里 陆续埋下了 50多万瓶 竹孙菌种 等着这160亩竹孙 让他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2011年6月 技术员突然跟粤军说 家里有事 要请假回家 粤军也没当归事 就准了他的家 过了一个月 该到竹孙丰收的时候了 可不论粤军 怎么给技术员打电话 电话那端就是接不通 这让粤军觉得 哪里不对劲 您拨掉的用户 将电话 或转到来电企业务 您的电话号码 将会发送到 对方的手机上 我也觉得就是 越不对劲 我就进旁边来吵 就是这样 把松膜扭开 看 看没有 没有那些小蛋 刚才我现在在这个松膜 下面会有小蛋是吗 对 现在会有这样小蛋 没有 每一个都没有 没有 情急之下 粤军直接用手扒 可是扒开土后的一幕 让粤军的心彻底凉了 我们突然间发现 这个白蚁啊 一两个一两个的 然后我们刨开来看 那个里面那个蚂蚁 太多了 一串一串的 特别小人 新年了 就是整片 已经绝收了 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 在看不见的土下面 无数白蚁早已侵蚀了军邦 160亩竹孙地 都遭到了白蚁的害 几乎绝收 而这时因为种竹孙 粤军已经陪光了 他二十年来 辛辛苦苦攒下的 所有积蓄 共四百多万元 就想我这生应该晚了 这一生晚了 应该是晚了 粤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那一阵 他一回家 妻子就和他吵架 后来粤军干脆不回家 每天晚上都在竹孙棚里 看着地里长不出来的竹孙发呆 终于 妻子忍无可忍 跟粤军提出了离婚 钱也没了 感情也没得了 就是这个竹孙 导致我们不能在一起 你觉得是因为竹孙棚吗 我觉得因为竹孙 当时我这个人就是一夜孤醒的那种 想什么就干什么 没有太多去跟他作想 所以导致我们分手 我说一个好好的家庭 就是因为利用 对吧 孩子都这么大 现在你跟你跟你老婆又分开了 对吧 今天就这么大资金 让你以后再把他把他全部败了 没了钱 没了家 粤军就住在竹孙棚边的出租屋里 一个人守着他的竹孙棚 201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半夜起来准备上厕所的粤军 刚起来就摔到了地上 原来是煤气中毒 粤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爬到了门外 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粤军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他爬起来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幕 甚至有了这样绝望的想法 如果我不开门多好 就这么安安静静 走了 就停留了几秒钟 会这么想 欺负了吗 还没 真的是一年费年 我觉得我真的是太累太累了 什么都想放下 当时是这样 远在贵州的家人 知道了这件事后 都让粤军回家吧 不要再干了 当时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你一个人 我说那么大的一个人 不知道那个煤气 房间里面有煤气 我叫他回来了 别在那边一个人 挺不容易的 那天夜里月亮很明 一百六十亩竹森棚里 只有粤军一个人 他在里面大哭了一场 突然间会想 大哭一场那种感觉 没人看见吗 哎呀 哭那种感觉 是撕心裂肺 但你流了眼泪以后 好像 整个半个小时时间 那时候人好像轻松的一大腿 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 自然想起来都有点舒服 我一定要把这个助手 装好 几百万就还一个经典 我说成功 都是 旁边投跑了出去的 才成功的 哎呀 谁这个钱得过经典也好 当时有种想法 这辆面包车 是月军离婚后 唯一的家当 2013年10月 月军把这辆面包车 从云南开回了贵州省 碧杰市织金县的老家 因为月军听说 织金县正在大力扶持竹孙产业 所以他决定回到织金县贵果镇 种植竹孙 因为织金的竹孙项目 它的这种带动效果挺好 13年的时候呢 全国工商联在贵果呢 投入300万元 来实施 竹孙种植的示范基地项目 当时呢 月军呢 是得到了20万元的一个帮扶资金 政府这一块的话 就每亩地 有一万两千块钱的这种帮扶 除了当地政府和全国工商联的支持 月军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多万元钱 在织金县贵果镇客窝村 承包下了三十五地种植竹孙 月军好好地总结了一下前几年失败的经验 并悟出了竹孙种植的一个道理 原来就是说 看到他们在织金县很简单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每个环节 织不合 都是前功尽缺 因为是当时我们 相对比相高 什么叫 消毒杀军 其实在织金县 简单 简直就是细节 动作不规范都不行 月军每天在竹孙旁里 精心地呵护着他的竹孙 丝毫不敢松懈 可2014年6月 当地却遭遇了40年不见的大雨 月军的竹孙旁都被淹了 大雨编得下了三天三夜 雨编一停 月军就赶紧带着员工到竹孙旁里 连着干了三天三夜 一边吃饭头 一边抽水 一边做事情 一老到泥巴都吃了多少钱 都搞不清楚 当时我们就是 死马当火马鱼嘛 有晚会 我们就尽量的晚会 也不知道吃进去多少泥巴 不分昼夜地排了三天之后 大棚里的鸡水被抽干了 一个月后 竹孙旦居然开始冒了头 开了花 大棚里产出了七千多斤竹孙 这让原以为会再次绝收的月军 喜出望外 成天不负有心人 确实不假的 大国心情真的从来没有过来 他们下班了以后 我都好在做 那种竹孙旦感觉不累 很充实 这种人一头精神都来了 我终于在竹孙旦里面 看到的希望了 到2014年8月 月军赚了80多万元 2014年9月 已经要开始埋菌种的时候 月军却突然要把竹孙种植面积 由30亩扩大到100多亩 原来月军到县里所有销售竹孙菌种的地方 打听了一下当时的菌种销售情况 随后立即做了这个大胆的决定 根据全县卖出的鸿托竹孙菌种数量 月军判断 2014年竹孙种植的数量不多 因此月军认为 2015年竹孙的价格一定不会低 这才要赶紧扩大竹孙种植面积 2015年9月15号 在记者采访期间 至今现了一家专门经营竹孙的公司副总 正着急找月军要货 月军是我现在目前来说吧 能保证这个竹孙品质最好的一个供货商 个体 你看它的个体 对对对 这种特级品的个体 它特别多 18公分以上 你说这个是长度是吧 对对对 全部都是得非常专业的人来管理 做天然管理 现在月军的竹孙不仅供不应求 他还在资金县桂果镇 成立了竹孙种植专业合作社 带动当地20多户村民种植竹孙致富 今年月军收获了1万多斤竹孙 每斤竹孙干货都能卖出280元左右的价格 对我们整个县的这个农业的发展产业化 和我们脱贫致富这一块呢 就是竹孙产业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月军年它这个情况就是属于我们县首屈一指的 一个通过就是发展我们的竹孙产品 然后自己走上致富的道路 它是一个外出打工返乡创业的一个代表 从人生的低谷从头再来后 面对这个又爱又恨的竹孙 月军队记者说他一定会把竹孙当作事业 一直做下去 如果十年以后你遇到我 允许我还是种竹孙 但是我想到在十年以后你遇到我的竹孙 应该不是在这种竹孙的种族孙 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个是我的一个智力 我不可能停下来 在身边的好些小时 看不起眼的时候 其实里面含了好大的商机 你360含航之中原 其实就是不是人家选行选对与错 是人家坚持不坚持 第二点就是说 你好学生就是说 我坚持了我为什么不成功呢 其实行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细节绝对命运 所谓的细节就是 很多小时 组成了一个事情 如果是你连这个小时 你都组不好 你何谈大事呢 今天我们通过越军的故事 想对那些正处于人生困境的朋友们说 能不能够在人生低谷里面 从头再来 这其实是强者和弱者的区别 而生活中真正的强者 往往都是在逆境中造就的 好了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致富经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原本是村子里最让人看不起的穷小子 这黑泥塘里捞出来的财富 帮他找到了人生目标 本以为就此改变人生 却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 那全是就是他们在吃我的鱼 实际上讲的实处 他们在喝我的鞋 坚持还是放弃 看连运港市的周庚县 怎么实现一个穷小伙的逆袭